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Our TV 没法党频道 今天仍然有我 叶欣欣和朱富强 Simon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公共党案管理的问题 Simon 我当然有做功课 看到在网上有我们那些 可能是涌等或者是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的一些留言 他就说 既然政府用了行政主任 没有问题 行之有效 他们又听话 为什么要用你们这班专业职系的朋友 他用顶心忏来形容 你怎样回应他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多谢朋友的留言和提问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说政府不是蠢蛋 是不是 好像他用饭豆那样的字眼 他用这些人 行政主任 他又没有问题 而你用这些人 就顶心忏 我们上次讲经常反对这个 反对那样 为什么要用你呢 他不用听话的意思 OK 他少了很多麻烦 没错 少了很多麻烦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那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关键 其实是不是没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这个关键 我们慢慢解释一下 首先 怎么会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找他做没有问题 就是行 因为你本身 政府 对这一件事 就是这个党案管理 公共党案管理 民宪的保育和保存 没有一个要求 就是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于是乎 什么人做都没所谓 没有要求 就没有问题 是吧 政府在党案保育 党案管理 我说公共党案 政府党案 它根本是没有一个政策 就是没有一个政策 就是没有一个由 上而下一个政策 你看它譬如说 在1972年 历史党案管成立 历史党案管 这个public office 成立的时候 不是因为它是尊重 这个我们当地的文献等等 而成立这个历史党案管的 而是有一个外来的因素 是被迫它要成立的 那个外来的因素 可不可以和大家讲一下呢 是的 当时是1972年 1972年 即是它成立的时候是1972年 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 英国它那个档案法 就修改 修定了 就是从它那个 在进管里面的 就是在党案管里面的党案 封存期 由50年 是减到30年 就是之前 就是未修订那个党案法之前 就是那些历史党案管里面的党案 就是党案封存50年 就开放了 现在将它减了20年 就是理论上 当然是更加快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让我们看到 没错 好了 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我们香港没有档案法 但是很多东西 我们都跟英国的做法 好了 你在想象一下 香港的党案 香港的党案 在1941至1945 我们讲过 就是说 因为日本人打仗的时候 和日志祺 什么党案都没有了 是没有了 就是 由45年 英国在香港恢复管治的时候 那些党案 当然 我们讲过 有公示 就是有党案产生 好了 由45年 你数了 30年 到75年 如果说75年 如果说75年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 走来问香港政府 我想研究一下 45年之后的某些 政策的课题 我想研究一下 我想看一些党案 没有了 是没有了 很尴尬的 没有党案 有没有党案館 有没有党案館 有党案在哪 所以 这个党案法 英国党案法的修订 令到当时 香港政府 迫着 在70年代 要成立一个党案館 是迫着要成立 有些是 我们说是一个外力 不是说 它發自内心的 对我们当地的党案文物 文献的一种尊重 或者一种的重视 好了 党案館成立 当时开始 一个的职系 就是我们这些 所谓archivist grade 党案处的职系 也都随之而成立了 是吧 要让到1989年 1989年 这个党案館 扩张 而有一个叫做 党案处 英文叫做 Government Record Service 当时成立的时候 也叫做 党案局 后来就 好像和那些政策局混淆 所以 党案局 名字就改了 叫做 党案处 但是英文名 就没有改到的 Government Record Service 1989年 成立了Government Record Service 党案局 历史党案館 就是在它下面的 再下面 再加到 有一个主要的单位 就叫做 党案管理署 就是 党案局 下面有党案管理署 和歷史党案館 歷史党案館 就是专看那些 就是 已经鑑定成有 歷史价值的党案 存在这里 永久保存的 党案管理署 就 是看下 現行党案 就是政府 它在部门裡面 那些党案管理的情况 我們發表一些 就是 攀發一些指引 教他們怎麼做 党案管理 為什麼那時候 會成立一個 党案局 就因為 中英談判的時候 中國很緊張 英國政府 有三大的資源 是 移交給 將來的特區政府 這三大的資源 就是錢 所以你看到當時 中國政府看得很緊 它怎麼用錢 還有人 即公務員 還有這個 檔案 檔案都有份 檔案都有份 檔案 所以 香港政府 要給中國一個印象 就是 它是很完整的 將檔案 移交給 將來的特區政府 它就迫著 在那個時候 很快就成立一個 檔案局 又攀發了很多檔案指引 給政府裏面 各部門 怎樣去做檔案管理 等等這些 這次也是迫著迫著 這次成立 當然也是因為這個 所謂的主權移交問題 我們說這些 也是這樣 香港政府 我看法 從來都沒有 好好地 用心地 去重視 他們檔案資源的管理 兩次的事件 都是 你看到有外力 是吧 沒有一個 所謂的政策 一個長久的政策 應該怎樣去管理 我們的檔案 怎樣去保存 我們的檔案 是吧 其實我聽到 如果是這樣去看的話 其實 聽起來 好像他們說 沒有問題 是源於沒有要求 而沒有要求 其實是源於 他們 或者是我們的政府 是不重視檔案 對檔案 或者公共檔案 我們所有的民憲 是不尊重 我這樣說 你覺得 對不對 當然是 沒有要求 譬如說 我們剛才提到 你找這個 行政主任去做 是吧 行政主任 我們一直說 他是沒有這個 專門的訓練 但是因為 如果你是沒有要求 的時候 喂 你沒有要求 他做得很遠 不好 譬如說 你要他們去做 這個 他沒有要求 他一定要出那些 檔案的指引 他就不出了 他就不出了 一直都沒有出 我們說的 十幾年來都沒有出過 新的指引 也沒有把以前 我們寫下的那些指引 去更新他 他沒有要求 他那個 所謂培訓計劃裏面 是做得挺好 他們一樣 是 隨便開班 中那個量 不是中那個質 我們上一集說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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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沒有要求 他一定要 好好地管理 或者保存 保存 永久保存 那些電子檔案 尤其是電郵 於是乎 你看到現在 檔案處裏面 他一個單位 是專門負責 所謂叫做 要去發展一個 一個系統 來管理這些 電子郵件 電子檔案 到這次來講 你都不見到 他有什麼成果 因為你 正好是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 你做得很不好 我們以前 經常叫他立法 他說 不用立法 即是檔案法 不用立法 為什麼不用立法 因為沒有要求 他說我們現在已經好 行之有效 行之有效 沒有要求 就是行之有效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又有朋友 問一條問題 我們一直都在講 專業 和一般職系的問題 我想 在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和Simon 探討一下 我們講到 好像捧到他們 上天 即是你說專業的 沒錯 我們捧到專業上天 究竟情況又是怎樣的 下一節回來見 我們來講 一段時間 就要做 你怎麼做 你會做 你怎麼做 什麼 要做 我 沒有 你怎麼做 我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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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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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